我们现在已经到坎坤的酒店了 我们来做一个room tour 这是洗手间 把灯关掉了 灯在这里 在这里 厕所和淋浴是分开的 这淋浴的空间很大 不会的 然后超棒的是它有两个洗漱台 要左边的 这是客房 这是一个Kingsize的客房 怎么还送了一个帽子 卡夹 但是质量好像有点好 质量有点冷 一个大的穿衣镜 迷你把 但是只有六颗就 这是个工作台 有一个大的沙发 开心吗 你要我要给你点个蜡蜡吗 不要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妈呀 破音了 现在不理我 我在我饿死了 这边还有一个按摩的浴缸 到这里是 你刚才发现了吗 让我们来参观一下阳台 放我出去 哦好重 哎呦我想去做那个 这个 这不是滑翔伞 这是那个 那个快艇拉着的那个伞 我们这边看出去 还算能看到海 看出去风景还是不错的 对面就是 嗯 泳池啊 Bar啊这些 餐厅 他们玩的好爽啊 走吧 这是阳台的 沙发 估计利用率不高 因为外面有点热 这就是我们会在坎坤度过三碗的酒店了 这个是all inclusive的 所以我们的所有餐食都会在这里面解决 现在就要去吃个午餐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一家一餐厅 我点了一个游鱼圈 你这是什么呀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 就是咬一口吃吃 味道还不错 我要吃我的了 汤上来了 我的是 蘑菇汤 蔬菜汤 里面还有几个拉面 啊不 里面还有几个意大利面 看样子不得了 煮菜上来了 我的是鸡肉pasta 我的是虾risotto 终于是你的 吃了虾的risotto 看起来你的好吃 我的这个上面有香菜 谢谢你 拿不掉 我们大概三点吃了午餐 然后匆匆忙忙赶来电影院 然后来看 没有戏 看不懂 反正来看黑凤凰 嗯 这个是个 X-Man X-Man 今天晚上选择的是一家反餐厅 嗯 里面氛围还蛮好的 嗯 这是一个蘑菇的前菜 这个是 鸭松 鸭松肉啊 看起来好吃吗 我这个闻起来好香啊 我要吃了 不管你了 还是常规的 点个鱼汤 闻起来味道很不错 吃起来的 这是法式的味道 今天吃个肉 吃个西的 这也是个女排 配了土豆泥 喝 因为你今天吃土豆了 嗯 前面几道菜吃的都很开心 所以 还 点了个 甜点 虽然饱了 但点了一个 我们两个分一下 吃吧 吃吧 我们今天早上 睡了一个 非常爽的觉 然后吃了个早餐 现在早餐吃完之后 正在探索酒店 好萌的设计啊 嗯 从餐厅出来我们两个发现有人拿着椰子 然后就 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找个椰子 结果翻山越岭 从酒店的一边到了另一边 找到了椰子 找到了椰子山 然后现在拿回房间里面喝 这人竟然还搞了个面包 好吃吗 跟早餐差不多 嗯 比较好吃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 工作人员带我们去做那个 水上滑翔伞 什么呢 快点 这一边 这边 我们来说 你找到椰子山了 这边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吃了披萨和汉堡 吃的不是很开心 然后 从水上 飞船下来之后 我们就来 昨天吃的这家义餐厅 来再把肚子再补一下 之所以来这家 餐厅呢是因为现在 这个点四点就它开着 但鉴于它也不是很难吃 所以我们 点了前菜沙拉和 主食 我们今天来 预约SPA的路上 发现了今天 白天有好多工作人员在这里 搭台然后晚上 现在是宝莱乌的表演 不仅有宝莱乌的表演 还有估计是印度菜 有一个 宝莱乌的dinner 我们不打算看这个宝莱乌 我们打算来看一下 小丑 我们 我们约了 八点半的晚餐 现在八点钟 所以来看小丑打发一下时间 今天今天我们预订的这家晚餐 这边好像预订的晚餐就会给一套非常浮夸的装饰 装饰一 and 装饰二 非常浮夸 我俩现在已经快受不了了 这家餐厅的前菜和甜点是自助的 我们的主食在这里 我是一个龙虾尾加牛鲤鸡 然后这是服务员推荐的risotto 是卤笋的 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我是点了一个牛肉 但他建议可以加一个龙虾尾 所以使这碗菜看起来非常丰富 不超索 很丰富 一有 5奖竞猜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一個開瓶器秀一下 這還Made in China 我去看一下 差不多 Oh my god 你應該學酒莊的人怎樣退家 這真的可以嗎 你小心弄到褲子上 真的可以 你小心弄到褲子上 我怕捧著一下 所以你拿出來呀 有點鬆動的慢慢把它蹭出來 一會兒就出來了 出來了現在很鬆 恭喜你 這個同學做了一個迷一樣的舉動 你為什麼要放黑貓警長 因為你在唱 我沒有唱 明明你在唱 明一樣的早晨 幹嘛 你要幹嘛 你為什麼要放黑貓警長 因為你在唱 我沒有唱 明明你在唱 點了個room service 點了碗湯 還點了魚柳和雞柳 打算看個這就是街舞 第四集 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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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來了一家 看起來人很多的餐廳 但是進門的感覺就不太好 不知道 謝謝 不知道 菜的質量怎麼樣 前菜我點了 我點了 前菜我點了 魷魚圈 比第一天中午的魷魚圈看起來好 好多的 三天中午的魷魚圈還可以一點 然後 就是一碗 清口法式濃燙 然後 就是 可麗餅 蝦蝦蝦的可麗餅 看起來還不錯 就不知道味道怎麼樣了 還行 感覺 聞起來也還行 點了一塊 Rib Eye 沒有問什麼醬 沒有問要什麼size 又是默認薯條這一點 讓我很不滿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餐廳的 特色餐 我喜歡吃特色餐 我喜歡吃特色餐 它名字叫做 Sufa and Tu 那少人是什麼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覺得中文名就可以把它叫 海陸大餐 畢生客以前那種 那是海陸雙味披薩 然後海陸雙拼 海陸雙拼 我們現在吃完晚飯 然後回來發現服務員給我們折了一朵花 也是很神奇的 嗨 嗨 嗨 好了 嗨 嗨 嗨 我們倆現在已經在坎坤機場了 因為在坎坤的時候都待在酒店裡面沒有出來 忘記了我們要在墨西哥買個星巴克的杯子 這麼一個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們打算去機場的星巴克努力一下 尋覓一下 和朋友運氣 和朋友運氣 如果有的話最好 沒有 那就只能 算了 我們現在出發吧 它就在前面 星巴克就在後面 然後只有這一些杯子 我們挑了一下 沒有我們之前看到的 最喜歡的那幾個杯子 所以就只能就此放手 今天一路也是非常坎坷的 我們本來是在牛瓦克機場轉機 然後現在機長突然通知說 我們要備鑒2D 也就是說我們後續航班大概率是趕不上了 現在要做計劃B 好的是美聯航它能直接跟我們走 讓我們改遷任何一家能送我們到達原本目的地的航班 也算是在巴爾迪摩的空域進行了一番折騰並且落地了 建了一下這個城市的機場 終於是來到牛瓦克了 這個就是剛才在跑道 衝出跑道的那家杯子 我們是早上六點起來的 我們是早上六點起來的 現在時間是墨西哥時間的 3點多4點不到 我們折騰了這麼久 近20 折騰了21個小時 終於落地法蘭克福了 其實終於落地法蘭克福了 其實運氣也算挺好的 能夠改天到 我們原本的航班是5點45 然後改天到7點40的 所以法蘭克福的航班 雖然延誤了一些 但是還是順利到達德國了 然後現在要補充一下能量吃個飯 一會兒大概12點多 登機飛阿姆斯特丹 然後就可以取車回家了 倫敦 竟然搭上最又一層飛機了 最后一層飛機了 夜別開了 蘭克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終於要踏上最後一層飛機了 经过了差不多24小时的飞行 我们终于取到了我们的车 现在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这熟悉的欧洲大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